研究動機 現在天氣越加炎熱 陽光隨著季節和時間變換角度 若使用一般百葉窗則需要一直調整 因此我們想要能夠設計一個 自動調整葉片角度的百葉窗 研究目的 自動追光 透過追光系統使葉片能夠自動旋轉 太陽能發電 整體供電為太陽能板減少接電時的困擾 雨水感測 下雨天時百葉窗將自動關閉 預想流程 我們打算利用感測元件傳輸給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傳輸給馬達 帶動齒輪和葉片轉動 系統流程 當開關按下首先感測是否下雨 如果沒有就會判斷光明電阻的差 並開始判斷哪邊比較亮 就會往該方向轉動 然後暫停一秒再重新判斷 重複循環每秒判斷一次 鎮膜 我們希望藍葉窗能夠整整安裝於窗戶上 整體外殼音技術等員工採用木材 而葉片則是採用壓克力板雷雕的方式進行製作 安裝的部分我們採用膠碼 而這部影片則是我們正在使用 內部零件介紹 內部零件介紹 整體裝置內的零件分別有 Microbit IObit 太陽能電源管理模組 減流器 雨水感測器 180度角度四幅馬達 光明電阻感測器 以及太陽能板 用來撰寫整體模組的程式 Microbit 主要用來撰寫整體模組的程式 IObit 主要作用於銀角輸出 是Microbit的低成本擴展板 太陽能電源管理模組 它可以通過太陽能電池板為3.7W可充電離電池充電 並提供穩定的輸出 減流器用於測量微弱電流 雨水感測器透過金屬表面線路去接受水滴 由於水本身有導電的特性 因此水量越多時導電的部分就越多 我們可以從期間偵測出它的變化 180度角度四幅馬達 可以準確控制旋轉角度 轉速經由齒輪組減速後可以產生較大的能力 光敏電阻感測器 利用光電導效應的一種特殊電子 太陽能板 吸收以太陽光為主的光能 並將其激發電子 使電子的能量可以流動產生電流的晶片 實測 在這裡我們使用分時段拍攝紀錄追光的過程 分別是早上的8點、10點、中午12點 下午的1點、3點、以及5點 而最後我們在教室外的陽台 測試了在陽光下實際開機的使用影片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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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